生活总是需要一点糖的,愿今天的你是快乐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你的爱好暖,今天我们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五岁那年,我突唤天花奄奄一息,族里人怕传染,一致决定埋了我。 只有妈妈哭着说我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拼死护住了我。 后来,不论妈妈多偏心弟弟,我都毫无怨言,发誓这辈子一定让她过上好日子。 大学毕业,我工资卡上交,结婚后,更是舍了小家住娘家,又出钱来又出力,又做牛来又做马。 直到我在厨房累到晕厥,做了一场梦,梦醒我怒先娘家饭桌,摔门而去, 而这一切,都要从女儿月月昨晚发烧说起,月月是吃晚饭时发现不对劲的。 一开始,我以为是基石,为她喝了一袋小儿七星茶,哄她睡着之后就去厨房忙活了。 等收拾妥当,备好第二天地席点名要吃的早餐食材,已经晚上九点多。 黑区区的天不知何时下起了洞雨,夹着雪子,一打开厨房的门,冷风就会着雨直往脖子里灌。 我紧了紧衣服,刚跑回前屋,就被地席拦住了。 她脸淡红扑扑,一看就是刚从空调房出来,染着五颜六色的指尖,挑着侄子的校服,张嘴就说, 姐,康康刚才完颜料,把校服弄脏了好多,丢洗衣机,只怕洗不干净,要不你帮她手洗一下吹干吧她,明天上学还要穿呢。 被她叫姐准没好事,我皱着眉头犹豫了一下,越越不舒服,我想早点回房陪她。 正要开口拒绝,围着烤火炉看抗日剧的妈妈了我一眼,轻飘飘地说, 陈雪,你又不用上班,帮康康搓两下,值得了什么? 你放心,我听着呢,要是月月哭了,我喊你。 我抿了抿唇,不好当面服了妈妈的意,又想着月月平时感冒发烧一般,喝了药就没事,于是接过侄子校服,去了洗手间搓洗。 等校服烘干,已经快到晚上十点半。 客厅的电视早关了,全家都进入了梦多,整栋房子异常安静,只有窗外寒风渐虐的声音,和后院的机偶尔发出的两声咕咕声。 我轻手轻脚推开卧室的门,瞅了一眼月月,见她连睡姿都没变过。 这才放心去洗漱,一边泡脚,一边打开了手机淘宝。 老公爸妈走得早,她又在两百公里之外的省城工作,平时一个月顶多回来两次,所以自从怀孕,我便住进了娘家,方便有个照应。 这一住便是三年多,娘家没有要过我房租,所以家里一应开销,都是我负责。 平时吃喝都是去镇上现买,其余日用品则在网上淘宝。 我抵着困意继续对比各家卷纸和洗衣液的价格,直到泡脚水变凉财,总算都下单。 又顺手把卫生间拖了一遍,这才回房。 刚躺下去,就感到月月浑身烫得吓人,小脸蛋烧得红扑扑的,嘴巴微张打着憨,明显是鼻子不通,赶紧量了体温,39.3度。 长这么大,它第一次烧到39度以上。 我一下子急了,也顾不得已经是半夜,披了睡衣就去敲弟弟弟席房间的门,想让弟弟开车送我们去医院。 谁知他们连门都没起来打开,只听到门缝里闷闷的传来地厌烦的抱怨,小孩子发个烧又不是什么大事,你给他擦擦不就行了,展棚明天还要去上班,这么晚起来折腾,明天你替他上班去。 真是的,刚睡着就被吵醒,烦死人了,我懦懦应了声,不敢再敲弟弟房间的门,只好给月月为了一点退烧药,不停给他擦身子,一直折腾到后院公鸡打鸣,他身上没那么烫,我才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是弟弟把我摇醒的,一脸急色,姐,你怎么这么小气,展棚昨晚没起来带你们去医院,你今天就故意不起来做早餐,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我答应了同事帮他带现墨的红枣五谷豆浆和你做的烧麦吗? 你现在这样割我,我怎么跟同事交代,我可是跟他吹了很久说你做的早餐好吃。 你要我去了公司,脸往哪里割?我被他摇得晕乎乎的,好声好气跟他解释道歉,结果他心里只有自己的面子,扭着头气哼哼就走了,还跑去爸妈那里把我告了一状。 不一会儿,妈妈一脸韵色地进来,张嘴就催我去菜场挑几斤好羊排,晚上炖个羊排火锅给弟媳陪飞。 我嫩嫩地说月月,昨晚发烧了,妈妈这才过来摸了下她额头,撒着嘴说低烧急什么,别得罪了弟媳家都不得安宁。 我自知没有弟媳命好,只能忍着不是起床,幸好外面雨停了,月月也转成了低烧。 为了要,我带着她出去买羊排,谁想大冬天的羊排这么翘,既经转车,我们到了市里才买到。 想着来都来市里了,我还是想带月月去医院瞧瞧保险。 刚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给我妈,让她中午随便在家对付几口,手机响了。 是我妈的电话,那边麻将声震天。 她火急火燎地说她输了要赶本,爸爸又和同事掉了班,中午要回来吃饭,让我赶紧回家做饭。 我一句话都来不及说,电话就被挂断,只好掉头,匆匆赶回家做饭。 吃饭时,月月胃口其差,勉强吃了一口,就说吃不下去。 我觉得心里不安,抱着她想搭爸爸的三轮蹦子去医院。 爸爸却跟妈妈一个说辞,让我别把娃养那么金贵,一点点滴烧就跑去医院烧钱, 让我在家把阳台处理好,顺便给蒂席住的二楼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好过年。 我有点不服气,顶了句,爸你怎么这么偏心呢? 上个月,康康脸上长了个红痘痘,全家就都急得不行,连夜带她去医院看去了,月月这还是发烧呢。 还有二楼,那都是弟弟弟席住,他们自己不会打扫吗? 回回都是我去给他们打扫。 家里里里外外都是我弄,还要做饭带孩子,我哪有功夫再去给他们当保姆。 结果我爸沉着脸,就撂下一句,康康可是我们老陈家大长孙子,要是脸上长痘破了像以后怎么考大官,便扬长而去。 妈也在旁边斜着眼帮腔,还不是你自己没本事,好好读了个大学,最后只能嫁给个高中毕业的,还是个连公婆都没有的人家。 你看看别人家女儿,回娘家都是貂皮大衣,好烟好酒送着,对自己兄弟都是能帮则帮,哪像你天天只会带孩子,让你帮你弟弟打扫个卫生,你还这么多话,我真是造了孽。 生了你,我听了心中难堪,本想辩驳两句,不料胃里突然一阵翻江倒海。 我抱着生病的月月几步冲出门外,甚至来不及蹲下,就那样站着吐了起来。 耳边,一阵熟悉的脚步游远极近,是我妈拎着小黑包从屋里跟了出来,瞇了眼我。 嗓子吐得发色,我心中却涌过一阵暖意,到底是亲妈,还是心疼我的? 吸吸鼻子,我喊了一声妈,把月月往她跟前送了送。 谁知她捂着鼻子从我身边绕了过去,吸着嗓子叫道,我还要去打麻将呢,哪个有空给你抱孩子,等会儿把兔的扫干净了,可千万别是怀孕了。 你又不赚钱,就李扬那点工资,养一个都费劲,可别一想天开,想着生二胎,别给我们添泪整。 我抱着月月晃了晃,差点一头栽倒在地,因为爸妈总是骂李扬没用。 我对李扬生了怨气,已经小一年没让她碰我了,怎么可能会怀孕? 而且,我妈这话说得也太刻薄了,结婚之前,我工作十年的工资全部给了娘家。 盖了这栋红砖小二层不说,又给弟弟买了小汽车,娶了新媳妇。 还有侄子从出生到现在的奶粉钱,衣服钱,哪一样不是我出的,生了月月后,我虽然不再上班赚钱, 但他们现在吃的喝的又有哪一样,不是我用李扬的工资买的。 我背着月月抹眼泪,突然有些怀疑我妈的话,只有娘家好,李扬才不会欺负你, 你弟就是家里的定海神针,可是李扬都没大声跟我说过话, 反而是他们天天对我呼来喝去,我生了闷气,搂着月月睡了一会儿。 终不愿在年关将近和家人产生矛盾,又起来快手快脚把羊排处理好上锅, 把二楼打扫干净。 算着时间,我揉着快直不起来的腰,赶到了厨房, 锅里羊排正咕噜冒着热气,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我掀起锅盖正要肠胃,不想眼一黑,锅勺滑落,人就不省事了。 我做了一个特别真实的梦。 梦里,月月因为这次发烧,脱久成了脑瘫。 李扬赶回家的路上,误闯红灯,人当场没了,一分钱没赔。 我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被锁在家里天天干活,彻底沦为了免费保姆, 就连弟媳的内裤都是我给她手洗。 弟媳却吃起了我和月月的人写馒头, 把我和月月的惨事粉饰一番放上网募捐, 筹到手一百多万,可一分也没用在我和月月头上。 甚至,她亲手下药,几次三番把我送上了她唐姐夫的床。 只因她唐姐不能生育,又不想离婚, 这才出二十万买我的肚子,就在我肚子刚刚隆起时, 侄子觉得有个脑摊妹妹丢人,把我可怜的月月骗到了山上, 一把把她推了下去。 找到月月时,她的大半身子都被山里的蛇虫鼠蚁啃咬了, 整个面部坑坑洼洼,爬满了蛆虫。 我抱着月月腐烂的尸身,转身就投了河, 醒来之后,我坐在厨房冰冷油腻的水泥地上恍惚了很久, 直到闻到羊排的糊味,我起身端起整锅羊排, 哗得倒进了鸡舍。 黑土地上很快冒起一团白色热气, 几十只鸡挥动着翅膀扑了过来, 不一会儿便着实干净。 突然的,我就想通了很多事。 这个家里,我自始至终就是个多余的人。 我所渴望的一切也不过都是一厢情愿。 五岁那年,虽然我妈用生命捍卫过我, 可这些年,她给过我的爱也就仅仅那一次啊, 中考,我考上了是第一高中。 我妈说,女娃子要读那么好的学校干嘛, 问老师能不能把我的指标留着, 留给比我矮一年级的弟弟。 答案肯定是不能的。 她很失望,让我辍学去打工。 我好说歹说都不行, 是时期中校长救了我, 不仅承诺三年学费全免, 还全包生活费, 另外奖励我五千块钱。 我妈见有钱赚, 又不用自己出钱供我读书, 喜滋滋答应了, 说只要底子好, 在哪里读都一样。 结果第二年弟弟中考考了三百多分, 我妈却求爷爷告奶奶要把弟弟送到重点高中, 重点高中哪里是那么好近的, 弟弟最终还是跟我读了一样的高中。 一个隔三差五就有同学打架斗殴, 全校99%的同学都在混日子, 谈恋爱的高中。 在这样一所没有优质声援的高中, 我轻轻松松胜出, 成为备受老师们关注的重点培养对象。 而弟弟则是那些打架斗殴, 混日子谈恋爱的学生中的一员。 可我怎么都没想到, 弟弟居然会那么混账。 高考前夕, 弟弟和同学打赌, 说我就算带病高考, 也能考上W大。 他在我的水里混了同学给的谢药, 导致第一门语文我只勉强及格, 最后只考上了一个 刚刚升为二本的普通院校。 我妈早就说过, 考不上一本就出去打工, 即便这一切是弟弟造成的, 他也没有责怪弟弟半分, 反倒说是我读书不行。 是我跪在他面前, 签了字画了鸭, 白纸黑字写清楚学费由我自己去贷款, 毕业出来工作的工资全都上交, 他才没有绑着送我南下去打工。 毕业之后, 我养了一大家子十年, 一分钱没留给自己。 十里八多都知道, 我陈雪就是那网上最为人不齿的伏地魔, 除了李扬, 哪有人敢娶我, 可他还是张口闭口就骂李扬没用, 骂李扬挣不到大钱, 怂我和李扬离婚, 再去找个有钱老头。 以前, 我总以为他是心疼我, 怕我过苦日子, 哪怕李扬对我再好, 我也从不正眼看他。 这一刻, 我才明白, 他哪里是心疼我, 分明是短视频刷多了, 幻想着再把我重新卖一回, 卖给愿意要我的有钱老头, 他和弟弟好跟着享清福, 寒冷, 一丝一丝蔓延开来。 胃部的脚痛连续不断, 我死命捶打着自己的胸口, 骂自己贱, 骂自己懦弱, 骂自己不争气。 我很想放声大哭, 又怕吓着月月, 想到他还病着, 一天没吃什么东西。 我忍着天旋地转, 把土豆丝和豆腐炒好端上桌, 正要回房寒醒月月, 让他好赖吃点再去医院, 弟带着康康回来了。 刚坐下, 他就大呼小叫起来, 不是吧, 你在家里舒舒服服一天, 晚饭不会就白粥配这两盘子素菜吧? 你当喂鸡呢你, 妈不是说你做了羊排火锅给我赔罪吗? 羊排火锅呢? 你不会一个人吃光了吧? 好好好, 你等着, 我看妈回来你怎么交代, 等会儿被赶, 可别怪我不帮你说话, 一口浊气梗在喉间, 我当即掀了饭桌, 爱吃不吃, 惯得你, 这一次我自己走, 回房, 我随便捞了两件衣服, 抱起月月, 叫了一辆低事扬长而去。 第一次在娘家发飙, 我的双腿到现在还有些发软, 我甚至可以想象妈妈打牌回家后的怒火, 心神不宁间, 月月的体温突然又窜了上来, 一张小脸烧得通红, 不知怎地, 出租车又总是遇到红, 灯。 我张嘴就要催促司机, 月月在我怀里突然抽了起来, 双眼向上翻白, 牙咬得紧紧的, 手成小拳头一直在抖, 月月,月月, 你怎么了? 你别吓妈妈, 我吓得不行, 死死咬住唇, 克制住心里的慌乱, 快速解开她上衣扣子, 又拖起她脑袋侧放在手掌心, 打开车窗。 做完这一切不过几秒, 月月已经停静下来, 双眼紧紧闭着, 小手依然握成拳头, 但不抖了, 嘴里却说起了胡话, 妈妈, 月月好难受, 月月是不是要死了, 月月好长时间没见到爸爸了, 月月想爸爸, 我眼泪刷的就掉了出来, 心里又是庆幸, 又是心痛, 拧矿泉水瓶的手都在颤抖, 往她额头和面颊上不停拍着水, 安慰道, 月月乖, 月月不害怕, 妈妈马上带你去医院, 妈妈带你去最好的医院, 打完针就不难受了, 月月相信妈妈, 月月不会死的, 爸爸妈妈都会看着月月渐健康康长大, 低视司机扭头瞅了我们一眼, 这一次, 她又门踩得飞快, 完美避过了一路的红灯, 嗨, 妹子, 你别哭啊, 我保证再有十分钟就到医院了, 你女儿肯定不会有事, 我估计八成是假流, 我儿子刚好, 你不要慌, 这个假流也没那么恐怖, 只要不发展成重症肺炎就没事, 吃过太多苦的人, 真的不需要太多糖, 陌生人给的点滴善意, 轻易就能让他感动到不行, 就连扑面而来的寒风似乎也没那么冷了, 我紧紧搂住月月, 泪流满面, 嗯, 好, 谢谢师傅, 谢谢, 到了医院, 医生很快安排了住院, 月月肺部出现了感染, 就算挂着水, 体温不降反升, 我又急又怕, 从来没有见月月这么粘过, 整个人缩在医院绿色的被子里面, 像一只易碎的娃娃, 我疯狂按铃, 喊医生过来, 医生也很无奈, 只能不停安慰我说这是这次流感的特征, 都要经过这个过程, 让我多给孩子泡泡脚, 擦擦身子, 我一下就哭了出来, 从娘家出来, 除了给月月带了一身换洗的秋衣秋裤, 盆子毛巾什么的, 全部都没带, 还好临床奶奶拿了一个小盆和毛巾给我, 说是买多了, 让我先用着, 我抹着泪接了过来, 看着床上坐着吃蛋卷的小女孩, 一脸羡慕, 小女孩也是相同的症状, 不同的是她的床边呼拉拉围了四个人, 有爷爷奶奶, 还有爸爸妈妈, 对比着我和月月更加行单影之, 而自称是我最亲的娘家人, 到现在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 心里胀胀的, 又色又痛, 都是这么些年脑子里浸得水开了闸, 统统涌进了心里, 我强忍住心酸, 接了热水, 给昏睡的月月泡脚, 这时, 手机响了起来, 是李扬的电话, 我犹豫了一下, 对李扬, 我现在满满都是愧疚, 又担心, 梦里, 她就是因为月月这次生病赶了回来, 才会遇到车祸, 丢了性命, 我本不想接, 可李扬大有不接便不罢休的气势, 手机铃声一直响个不停, 临床奶奶还关心了句, 是不是和老公吵架了, 这不接电话也不行啊, 夫妻之间有误会, 还是要说清楚哟, 我红了脸, 给月月拔脚, 擦干放进被窝, 钻进卫生间, 接通了李扬的电话, 李扬那边有呼呼的风声, 还有喘气声, 像是在路上边跑边打电话, 开口就是一长串问题, 问我月月怎么了, 要不要紧, 问我怎么和弟媳吵架了, 还跑出去了, 问我带着月月跑到哪里去了, 让我千万别想不开, 不知怎地, 听到李扬焦急的声音, 我眼泪趴就掉了出来, 心反而稳住了, 我没脸跟他说自己亲爸亲妈, 还有亲弟对我们娘俩的冷, 只把一切推到了地头上, 李扬听得义愤填膺, 跟着把弟媳骂了一通, 安慰我说他正在去地铁的路上, 等会儿就到高铁站坐高铁回来, 我脑子一紧, 好说歹说, 才总算是拦住了他这个念头, 就在要挂电话时, 李扬突然说道, 小雪, 对不起, 都是我没用, 这种时候也不能陪在你们娘俩身边, 你一定记得好好吃饭, 别越越好了, 自己到了。 他这么一提醒, 我才惊觉肚子空空, 点开手机想叫外卖, 可以想到银行卡的余额, 指间顿时一致。 李扬没读过大学, 高考之后直接去了有名的电子厂打工, 十几年来, 凭着自己的努力, 已经升到了小组长, 一个月工资拿到手也有1080元, 虽然不算多, 但他们厂里包吃包住, 自打和我结婚后, 他每个月只给自己留500元生活费, 其他一分不少, 全都转给了我, 可现在, 在我交了第一笔住院押金后, 银行卡里面, 已经只剩下3000多块钱。 我闭了闭眼, 不知不觉间, 从毕业到现在, 一共14年, 我不仅把自己工作10年的工资, 全部贴给了娘家, 而且还把李扬这4年的工资, 贴得只剩了3000多块钱。 想来也是可笑, 我以前万般瞧不上李扬, 觉得嫁给他丢人, 就连夫妻生活, 也是能避就避, 实在避不开, 也是极其服刑。 可如今瞧来, 李扬娶了我, 才真是叫倒霉透顶。 我故意饿着自己, 好让自己牢记这一刻, 别到时候被娘家人一忽悠, 又一头栽了进去。 就在我饿得两眼昏花时, 病房的门只嘎一声响, 孤节李英来了。 严冬里, 他跑得大汗淋漓, 两手提满了东西, 有吃的用的喝的, 还有给我们娘俩带的换洗衣服。 他把保温杯里的热菜热饭 一样一样拿了出来, 一个劲跟我道歉。 小雪, 李扬跟姐说得很急, 姐也来不及煲汤, 只能在路边随便买了一点饭菜, 你和月月将就着吃一点。 还有这些衣服, 都是彤彤小时候的衣服, 我都洗干净了, 放在压缩袋子里, 一点不脏。 我想着月月发烧容易出汗, 衣服要勤换, 所以带了来你先用着。 等明天我再去给月月买新的。 我的衣服也顺便带了两套过来, 你要是觉得可以就先穿着。 不行的话姐明天买了, 再一起给你们带过来啊, 我捧着碗, 不住点头。 脸却不敢抬起来, 也不敢应声, 因为我怕一张嘴, 就会忍不住哭出来。 李英在我面前, 就如我在地席面前, 万般扶小坐低, 却换不来半点真心。 临床奶奶偏声这时一阵扎嘴, 哎哟, 还是亲大姐好啊, 方方面面什么都给想周到了, 一口饭猛地卡在喉咙里, 我咳得眼泪哗哗地往下掉, 似乎要把心中积攒了三十多年的玉器, 一口气全部都给咳出来。 哎呀, 这怎么还枪上了呢? 吃慢点, 不够吃姐, 再去买去呀。 李英正哄月月喝粥, 见了赶忙给我顺背, 嘴里还跟哄小孩一样哄着我。 一刹那, 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我想起提亲那天, 李英带着李扬提着大包小包来我家, 看着我笑得合不拢嘴, 夸我说话温柔, 夸我会读书, 夸我长得好。 想起结婚那天, 她作为李扬唯一的亲人, 在我进门的时候躲了老远, 怕会冲撞了我。 想起生月月那天, 她一直守在产房门口, 见我出来, 红了眼眶, 说我辛苦了。 想起月子李, 她不顾婆家的反对, 带着女儿童童住进了我和李扬的婚房, 把我和月月照顾得妥妥贴贴。 可我是怎么对她的, 我偏信了妈妈和弟媳。 他们说李英作为姐姐, 一手把李扬拉着打, 以后一定会在我面前拿瞧, 让我一开始就给李英一点眼色瞧瞧, 让李英知难而退, 别来凑李扬的好。 所以, 我对李英一直怀着敌意。 除了过年, 我从来不去看她, 也不给她多见月月, 可那个梦里, 月月成脑瘫, 我精神出现问题后, 李英时不时就会来娘家看我们, 每次都是抹不完的泪。 我骆然抓住了李英的手, 抬起头, 一字一字地说, 奶奶, 您说错了, 这是我姑姐, 是我老公的大姐。 但是, 我这姑姐带我比我亲妈还好, 这话, 并不是信口开河。 在那暗无天日的梦里, 我的亲妈没有为我掉过一滴泪, 没有为我做过半点打算, 仿佛我并不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轻骨肉。 她跟小时候一样, 只会骂我丢了她的脸, 觉得我是碍眼的存在, 觉得我是害她丢了工作的泪熬, 可明明是我先出生的, 弟弟才是超生那个, 才是害她丢了工作的人, 小时候, 只要弟弟做错了事, 战战兢兢的永远是我。 轻则一顿吼, 重则一顿打。 她总会说, 你是做姐姐的, 你怎么不看好弟弟, 你说你该不该打, 家里不管做什么好吃的, 永远是弟弟先生筷子, 再是爸爸妈妈, 最后才轮到我。 有一回冬天, 爸爸单位发年货, 罕见地发了一百多斤猪肉。 严冬腊月的, 鹅毛班的大雪 很快击到了我膝盖窝那么深。 八岁的我和妈妈两个人在寒风, 呼啸的后院, 在冰冷刺骨的水中, 洗洗切切了整整一下午, 才把那一百多斤猪肉洗干净切匀。 我们俩的手指都冻成了红萝卜。 妈妈却很开心, 一个劲地笑, 笑声飘飘荡荡传到了屋里头。 坐在屋里烤火看电视的弟弟 被笑声吸引得跑了出来, 说他也要一块儿玩。 妈妈捂着嘴, 像是听到了不得了的笑话, 把比我高了一个头的弟弟 推到屋里头。 哈哈大笑, 傻小子, 外面冻死个人了, 你出来凑什么热闹。 舒舒服服带屋里头烤火, 妈妈马上给你做好吃的呀, 斑驳的红木门搭着厚厚的棉布, 开盒间吱嘎作响, 有炭火的暖气 混着奥特曼打怪兽的声音 扑面而来又迅速消失。 我缩着脖子, 眼底浮起一团希望, 伸出动得发肿发硬的双手 故意在他面前晃了晃, 轻轻道, 妈妈, 我也冷。 冷什么冷? 你冷, 难道我就不冷? 别给我想着偷懒, 快点把小葱和生姜洗出来, 我还等着包饺子, 终于, 夜幕降临时, 热腾腾的饺子出锅了, 一口下去, 让人瞬间忘了严冬的寒冷, 还有妈妈的责骂。 严瞅着妈妈忙了一天, 碗里却只有可怜的几个饺子, 我有些心疼。 趁他起身去厨房的功夫, 偷偷把自己碗里为数不多的饺子 剥了一个到他碗中。 并且怂恿弟弟也剥了一个饺子给妈妈, 结果妈妈回来就变了脸色。 问我怎么回事, 弟弟见妈妈生气, 马上卖了我, 说是我逼着他把饺子让给妈妈。 妈妈不由分说, 抽出竹条, 就是一顿伺候, 边打边问我是不是极度弟弟碗里饺子最多, 是不是极度弟弟可以坐在屋里烤火看电视, 是不是八部的弟弟吃不好, 长不大好, 霸占屋里所有的财产。 我看着我们家又漏风又漏雨的三间破平房, 纵使心里不服气, 仍是哭着求饶, 妈妈, 我错了, 求求你别打了, 我以后再不敢了, 弟弟吃着饺子看戏, 还不忘偷偷笑我是个傻子, 笑我不敢反抗, 不敢辩解, 活该是家里所有人的出气筒, 我脸着毛子, 不与他争辩。 五岁那年, 我换了天花, 脸上, 胳膊, 大腿上都是大块大块的天花红枕, 烧得奄奄一息间, 我听到屋外有人在说话, 奶奶那边的人说, 这个病传染快, 镇里幼稚不好, 还得把人拉到省城去治, 光是药费车费住宿费, 还不知道要多少钱, 况且治好了, 说不准脸上会留下麻子, 以后嫁人都嫁不出去, 包括我爸, 都劝我妈, 趁夜把我拖到后山埋了, 我听到妈妈一个劲在哭, 说我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说我还没咽气呢, 哪能就这么拖去埋了, 他让我爸带着弟弟在奶奶家再多住几日, 说再给他三天时间, 要是我的烧再退不下去, 他就亲自把我拖到后山去埋掉, 妈妈天天去山上挖药草, 回来倒得烂烂的, 不顾自己会被传染, 给我严严实实敷到患处, 三天后, 不知是妈妈的药草起了作用, 还是阎王爷觉得收了我这条烂命不划算, 我居然神奇得好了, 脸上也没有留下疤痕, 虽然不明白妈妈那么刻薄的人, 为什么后来一次都没有在我面前提过这件事, 但我却忘不了, 每次受了委屈, 我都会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 妈妈不是不爱我, 妈妈只是照顾弟弟太累了, 所以我要更乖一点, 更听话一点, 不要惹妈妈生气, 以后挣好多好多钱, 让妈妈笑容多一点, 我的命都可以给妈妈, 可虚于十数年, 穷穷于世, 我的肩上站满了人, 月月反而被挤得没了位置, 我反复问自己, 陈雪, 如果当年是妈妈换了天花, 就算全家人放弃妈妈, 你也肯定不会放弃妈妈的对不对, 你欠妈妈的, 这么多年, 也该还清了, 理应被我的话感动得红了眼眶, 走的时候, 硬是塞了八千块钱到我手里, 让我不用担心月月的治疗费, 给月月尽量用好药, 月月的高烧, 在第二天就得到了控制, 第六天顺利出院, 在这期间, 不管刮风下雪, 一天三餐, 都是理应给我们娘俩安排的明明白白, 最开始两天, 月月吃不下饭, 她一点不嫌麻烦, 单独给月月包了两天的营养粥, 另外又给我炖汤, 炒菜, 我说这样太麻烦, 她说不过就是顺手的事, 说小孩住院, 累的是大人, 所以大人一定要吃好, 我当时就失了眼眶, 发誓以后一定要睁大眼睛看人, 而我牵挂最深的家人, 一次都没来医院看过我们娘俩, 也没有问过我累不累, 有没有什么需要, 只在第三天时, 我妈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听到月月稍退下来了, 还要住两天院, 她顿时在电话那头尖叫起来, 你蠢不蠢, 稍退下来了, 还住什么破院, 赶紧去找医生办出院手续, 医院这破玩意儿, 你以为她为你着想呢, 她就是想方设法想挣你的钱, 她巴布地把你口袋里的钱, 都给掏出去,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不过就是发烧, 不要这么紧张, 你不听, 非要把孩子折腾到医院去, 你说说这天天打针对孩子有什么好, 有那个钱还不如买点好吃好喝的, 这下好了, 除了一张出院单, 什么都落不着, 我心里一阵间说得疼痛, 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妈, 月月好歹叫您一声外婆呢, 她这可是肺炎, 不是普通感冒发烧, 要是来医院来晚了, 说不准命都得丢, 您放心好了, 我们以后也不给家里添麻烦了, 等月月出院, 我们直接回盛世兰亭住, 一来方便月月上幼儿园, 二来我也可以试着出去找找工作, 眼不见为净, 惹不起, 我躲还不行吗, 家里还有个贪财好吃的弟媳, 她确实有个堂姐, 结婚五年还没生育, 如果继续住在娘家, 保不齐她不会把主意 继续打到我这个 一心为娘家付出的傻大姑姐头上, 预料之中, 我妈坚决不答应, 尖着嗓子好一顿发脾气, 什么, 你要回盛世兰亭, 那家里这一大摊子是谁来做, 你爸, 你弟, 你弟媳, 那都是要人伺候的主, 我一个人怎么同厚地来, 你, 可能话说一半他, 自己也觉不妥, 书弟转了画风, 语气中带了两分僵硬的关切, 再说了, 李扬一个月回来, 住不了两三天, 没个男人在身边, 我和你爸也不放心, 你一个人带着月月住, 遇到男士, 没个帮手不说, 这万一要是被坏人盯上, 那可怎么办哟, 呵, 他会担心我, 这几年我住在家里, 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 他天天吃饱了, 就是出去打牌, 跳广场舞, 他不过是害怕会失去我这个带心上岗的蠢保姆, 李扬每个月的工资扣掉他的生活费, 剩余的九千五百八十元, 我几乎全部花在了娘家, 每一个人头上, 我和月月除了必要的吃喝, 这几年我几乎没有添置过两件像样的新衣服, 月月也都是剪着侄子的旧衣服, 我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妈, 我已经决定了, 过两天我会回去一趟, 把东西收拾一下, 其实我们在娘家要收拾的东西很少, 就是几件衣服, 但是月月说她要把爸爸买给她的玩具, 带回自己家, 所以在出院的第二天下午, 我带着月月回了一趟娘家, 这天是周一, 是我特意挑的时间, 弟弟弟媳, 爸爸都在上班, 侄子也在上学, 妈妈也应该去打麻将, 我不想碰见他们任何人, 只想安安静静把东西收拾好, 可就在我走到前院时, 发现娘家大门虚掩着, 门缝里飘出阵阵炸麻花的香味, 还有妈妈和大姨说话的声音, 我蹲了脚步, 想换个时间再来, 就在转身的刹那, 大姨提起了我五岁那年得天花的事, 勾住了我的脚步, 她刻意压低了声音, 她怎么得的天花泥, 没让第三个人知道吧, 一阵怪异的感觉袭来, 我竖起了耳朵, 只听我妈得意洋洋地哼了一声, 我又不傻, 怎么可能让别人知道, 是我这个亲妈偷了医院天花病人的衣服给她穿, 后面她们说了些什么, 我好像听清了, 又好像没听清, 只觉脑袋里面嗡嗡作响, 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我抱起月月仓皇而逃, 一直到回到盛世蓝亭, 双手双脚仍在剧烈颤抖, 我强按住胸口, 直到狂跳地心停静下去, 才从包里掏出手机, 调出弟弟的号码拨了过去, 弟弟被妈妈护着, 打小就是窝里横, 长大了又眼高手低, 正经的工作硬聘不上, 卖苦力的又瞧不起, 要不是我之前托人给他找了份地产销售的工作, 只怕他如今都在四处挡, 头几年, 借着地产兴起的东风, 弟弟的收入确实可观, 营销旺季的时候, 就算整日坐在售楼部里面垮天玩耍, 买房的客户也跟天上的馅饼一样, 天天砸头上, 可2019年地产为米, 又逢上三年口罩, 如今地产销售的日子可谓难上加难, 没了热钱的涌入, 投资客锐减, 所有地产人都要使出浑身解数, 去抢那少得可怜的刚需买房客户, 弟弟不得不天天提着地产宣传单去街上碰运气, 回去了还得打无数的电话膜拜, 真正的客户没寻到, 还时常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收入锐减的同时, 工作压力又无限增大, 弟弟很快干不下去, 去了一家新开的理财公司跑业务, 那段时间, 经常见他拿着小宣传单回来, 怂恿大家买他们公司的基金, 我看了一下, 收益非常之高, 达到了50%, 也就是说, 只要投钱, 两个月资金就能翻一倍, 一年就是六倍, 众所周知, 一般金融投资年化收益能达到10%, 风险都算是相当高了, 50%的收益, 不用想都知道有问题, 我关起门来问弟弟, 知不知道公司把吸纳的资金都拿去干嘛了, 弟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只说他们公司正规得很, 老板有背景有后台, 绝对不是骗子公司, 还说他自己已经实打实赚了两万块钱, 所以决定再追加二十万投进去, 我一听吓一跳, 让他别白日做梦, 他和弟媳都是赚一分用两分的人, 手头哪有那么多闲钱, 弟弟却发起了脾气, 威胁我别多管闲事, 说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我只好挨家挨户去游睡, 让大家保持理智, 可躺在家里来钱太诱惑, 村里人尝过了田头, 就再也停不下来, 争先恐后找弟弟投单, 甚至爸妈也禁不住诱惑, 养老金投了三万进去, 弟弟在村里确实风光了小半年, 谁见了他都勾着肩头, 亲热地喊他一声陈总, 敬他一根烟, 他还带着弟媳侄子 去了一趟诸州方特和上海迪士尼, 回来见谁都炫耀自己儿子见了世面, 我却总觉不踏实, 一直在关注他们公司, 就在一个月前, 他们公司突然宣称遇到了大投资, 资金链紧张, 希望大家能多给公司一点时间,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弟弟真的投了二十万进去, 只催着弟弟把爸妈和村里人投进去的钱要出来, 可弟弟却说富贵险中, 求, 他还指望公司渡过难关, 升他为总监, 没想到今早一睁眼, 弟弟就给我来了电话, 他在电话里慌得语无伦次, 说公司真的跑路了, 只留下了他们这些在本地招聘的傻大哥当冤大头, 让我借点钱给他跑路, 说他那二十万是借的高利贷, 还说村里人被骗了肯定会打死他, 我想都没想, 一口回绝了他, 这几天发生的事, 让我对娘家寒心至极, 我不想再像以前一样当冤大头, 想着让他吃点教训, 长点记性也好, 可妈妈和大姨的话, 让我心里生出了恨, 这恨意见风就长, 像生锈的铁钉插满我心脏, 我改变了主意, 他们不是喜欢在我面前上演婆媳情深, 夫妻恩爱吗, 那我就送他们一点小小回礼, 我想看看, 他们是否真的一家和睦, 情笔金奸, 我打电话喊弟弟来了盛世兰亭, 把结婚的金项链和金耳环拿去当了, 换了一万块钱给他, 以换取他的信任, 也当我最后一次帮他, 见了钱, 弟弟立马跪在我脚下痛哭流涕, 说我才是他亲姐, 说弟媳忘恩负义, 没有人性, 已经卷着细软躲回了娘家, 我陪着他一块抹泪, 同时给他指了一条财路, 我竖起两根手指, 说弟媳他堂姐试管婴儿又失败了, 他现在已经不想折腾了, 只想花二十万借父生子, 留住老公, 弟弟一听, 马上目露惊光, 那对我从小看到大的眼珠子 在我腹部描来描去, 膝盖一弯, 眼见着就要给我, 下跪磕头, 我立马侧身让到了一边, 忍住心中作呕的冲动, 抹着眼泪说, 生月月伤了身体, 无法再运, 又叹气自己没有弟媳好命, 天天在婆家养尊处优, 出了事还能跑回娘家躲, 听我提起弟媳, 弟弟眼底极快闪过一抹音质, 我适时闭嘴, 推说月月该睡觉了, 下了逐客令, 弟弟走后, 我并没闲着, 拉了微信群, 把我妈还有七大姑八大姨 都拉了进去, 张嘴就是借钱一家借三万, 像他们这种 只会要嘴皮子关心我弟的人, 哪里会雪中送炭, 一个个找尽借口推托了, 有了七大姑八大姨的衬托, 我这个偷偷卖金首饰, 也要帮弟弟的姐姐, 第一次在我妈嘴里 有了正面形象, 她对我说话语气好了很多, 可我对她的心 已经不可能重新再捂热, 李扬那边我也一早打了招呼, 但凡娘家人来借钱, 一律不借, 不光不借, 还要大发脾气, 李扬听了很惊讶, 但什么都没问, 只照着我的吩咐去做, 不过, 从那之后, 我的微信变多了来自 两百多公里之外的 早午晚的问候, 一顿不落, 面对她, 我的话也逐渐多了起来, 不仅会跟她分享 月月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还会跟她讲我今天 看了什么书, 追了什么剧, 吃到什么东西, 想起了她, 她会在视频那头 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腼腆地笑, 白皙的耳尖 悄悄窜上一抹红韵, 像极了情好的 冬日傍晚的晚霞, 一连几天, 娘家再也没有人来访我, 住在自己的小家, 我的身心是前所未有的放松, 月月也很开心, 说再也不用担心 哥哥开着扭扭车撞她了, 也不用担心 哥哥会弄坏爸爸 买给她的玩具, 我突然很庆幸, 这房子是李扬的婚前财产, 我妈不是没有穿多过 要我把自己名字加上去, 是我看不上李扬不耐烦 搞这些操作, 所以这才有了这几日的清静, 否则, 以我妈那尿性, 肯定早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逼我卖房帮弟弟筹钱了, 在如今这社会, 其实二十万真不算多, 有些大城市小孩 每年的压岁钱 都不止这个数, 要说我爸收入虽低, 但这么多年的积累, 没有十万块钱的存款 也差不离了, 可他自己刚被骗了三万块, 要是再把养老钱 全部拿出来给弟弟, 只怕他自己也明白 这些钱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更不像说我提议的 让他把房子 拿出去抵押贷款, 他绝对不会同意, 你看,我弟这么个烂人, 连亲生父亲都明白 要是给他兜底, 就有兜不完的底, 他们却硬是想把他甩给我兜着, 可这一次, 他们也看到了我的无能为力, 那么, 对于我妈和弟弟来说, 就只剩了一条路可走,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 躺着就能赚的钱, 年底的日子过得格外快, 家家户户都盼着在外打工的家人 回家团聚, 村里人这段日子 却过得水深火热, 一个个在金融公司和公安局之间 来回奔跑, 听说他们在一个网吧 把弟弟找到了, 狠狠揍了一顿, 但又不敢真下死手, 只把弟弟门牙打掉了两颗, 腿打折了一条, 要不是之前我不止一次 劝过他们别买, 他们指不定就摸到盛氏兰亭 来找我麻烦了, 听说我妈在家, 眼睛都快哭瞎了, 他也不止一次打电话过来 跟我哭诉, 说弟弟摊在床上, 弟媳连杯水都不给他倒, 他不仅要操持一大家子的吃喝, 还要每天换着口味 给弟媳改善伙食, 我听了很气愤, 挑拨道, 难道弟媳不知道家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平日里就不说了, 怎么这个时候还这么矫情? 我妈听了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 只说弟媳也在想办法帮弟弟弄钱, 所以要对他好点。 电话收尾, 他总会不忘问上一句, 李扬对我的态度有没有缓和一些, 工资卡有没有重新拿到手, 能不能回去帮他一段时间, 要不是现在还不是彻底和娘家断开的最好时机, 我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想应付他, 更何谈回家帮他, 每次只拿李扬做法子, 推了我妈。 大年三十那天中午, 阵阵鞭炮声钟, 弟弟给我来了电话, 声音特别兴奋, 说前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还说弟媳刚测出来怀孕, 让我好好跟李扬说说, 过完年继续回娘家住一段时间, 就当帮忙照顾一下孕妇。 我心中冷哼, 开口正要拒绝, 滴溜着鲤鱼要下油锅的李扬两步赶了过来, 平地一声吼, 哪有出嫁的女儿常住娘家的, 再看她老往娘家跑, 老子就打断她的狗腿, 自从娘家人知道我没了生育价值, 不值钱了, 他们再不敢轻易得罪李扬。 挂了电话, 我扑哧笑出了声, 捂住月月的眼睛, 快速在李扬脸上巴唧一口, 老公棒棒的, 今年的奥斯卡奖非你莫属, 李扬摸着脸, 笑得嘴都合不拢, 把我们推出了厨房。 我倒也乐得清闲, 一边陪月月玩积木, 一边在心里算了下, 弟媳这肚子鼓起来得蹊跷, 挣挣好一个月的时间, 不可能是试管婴儿。 因为试管婴儿程序繁琐, 耗时至少需要三个月。 而且必须是夫妻, 那就得他唐姐离, 弟媳补上才能进行。 不过, 我猜弟媳他唐姐肯定不愿, 一是怕假离婚, 变真离婚, 二是怕弟媳会勾搭上唐姐夫这棵摇钱树, 所以只能是爬床怀孕, 只不知是弟媳自愿爬了唐姐夫的床, 还是被弟弟哄骗爬的床, 不过不论是哪种, 都可以遇见他悲惨的未来, 我只需静静等待, 等着看恶人怎样被恶人磨。 这个年, 我们一家三口, 在盛世兰亭过得很幸福。 大年初二, 我们备了一桌好吃的, 打电话接李英一家过来吃饭, 来的却只有李英和他大女儿童童, 我们才知道原来李英老公家拆迁得了一大笔赔偿款, 有了钱, 他马上忘了跟他一起在菜市场, 起早贪黑卖十几年肉的糟糠之妻, 找了一个卖豆腐的小三, 正闹着要离婚。 我和李扬都很生气,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李英却怕我们嫌弃他, 把我们俩瞒得死死的。 要不是童童不小心说漏了嘴, 只怕他被婆嫁欺负死我们都不知道。 李扬和我的意见一致, 吃了屎的男人绝不能要。 李英听取了我们的意见, 过完年, 趁着还没撕破脸, 童童爸爸对他 还有那么一丝愧疚心的时候, 果断离了婚。 把小儿子留在了婆家, 争到了童童的抚养权, 另外还分到了一套小房子和八十万块钱。 李英本打算把分到的小房子卖了, 来盛世兰亭买房, 和我们住得近一点。 我另有打算拦住了他, 把他和童童暂时接到了我们家里住, 并商议和李英一起做点手工包子和馒头在小区售卖。 断了职场四年, 加上已三十五岁, 我投在网上的简历全部石沉大海, 更不谈年过四十的李英, 更不好找工作。 思虑了很久, 我决定放下面子, 脱下孔宜己长衫。 在我们这种以米饭为主食的地方, 包子铺的面点都是机器制造, 松软有余, 嚼劲不足。 而李英和我都是打小就做全家饭的人, 那些面团在我们手中绝对不会觉得有什么委屈。 毫不意外的, 我们做的手工面点 很快得到了小区邻居的一致认可, 每天几乎都供不应求。 秀到商机, 我很快拉了一个微信群, 建议邻居们上午下单, 我们根据下单的数量定做。 到了下午五点钟, 再把包子馒头装保温箱拉到小区门口, 等着邻居们来自提。 第一个月, 我们小赚了三千块, 我当机立断购入了大型锅炉, 第二个月, 业务量翻了三倍, 我们的唇力很快达到五位数。 李英高兴疯了, 拉着我非要请客, 白玉兰盛开的三月, 我带着李英去烫了她人生中第一个发型烫, 用的是理发店最好的药水, 又带她去了美容院按摩, 李英和李洋一样, 五官本就生得立体, 经过这么一时多, 人马上变了样, 又显年轻又高级, 荣光焕发的李英拎着我给她选的包包, 去了一趟菜市场, 在彤彤爸爸的摊位上, 一口气买了几十斤猪肉。 彤彤爸爸一开始没认出李英, 听到声音才猛地抬头, 满脸惊艳。 她给我们留了最好的猪肉, 又坚持开车帮着把猪肉送过来。 一路上, 她不住眼地偷瞄李英, 数落这新老婆, 没李英长得好还娇气, 数落新老婆不懂事不体贴, 还说李英要早这么打扮, 她也就不会出轨, 下车的时候, 李英没忍住, 甩了彤彤爸爸一个大逼兜子, 昂着头说, 当年我要早这么开窍, 也不会嫁给你, 你还是收收自己的算计吧, 甘蔗还没两头田, 既图新老婆娇俏, 就不要嫌人家不懂事不体贴, 小心最后鸡飞蛋打, 什么都落不着, 可不是所有女人都像我这样蠢笨, 会灰头土脸陪着你 卖十几年猪肉, 没有一句怨言, 这头, 我妈知道喊我回家帮她, 是不可能的事了, 难得安静了几个月, 我和李英朝夕相处, 渐渐生出了亲似姐妹的感情, 忙着挣钱的同时, 总能偷出闲来, 把当小姑娘时想做, 又没做的事做了个遍, 一直到十六花开红四火, 娘家一个电话打破了平静, 急慌慌召了我回去, 一踏进家门, 我就被满屋子苦涩的中药味给熏了出来, 急忙问这是谁病了, 半天, 弟弟才哼哼哧哧地说是地席流产了, 我挨压一声, 抬脚就要进去关心地席, 被我妈拦住了, 几个月不见, 她圆润的脸瘦了一大圈, 正插着腰, 一口一个贱货骂地席, 足足一刻钟, 骂得没有重复的, 嗓门也越来越大, 我赶紧拿出手机录音, 也大致听了个明白, 地席肚子里怀的确实是她唐姐夫的孩子, 两人滚床单上了瘾, 偷情的时候激情过度, 把孩子做没了不说, 地席自己也差点丢命, 子宫被摘了, 这辈子再也不能生育, 当然, 地席也不是吃素的, 礼物很快传来她摔东西的声音和对骂, 老不死的, 你和你儿子才下见, 当初是不是你们合着火, 把我骗回来, 下药, 送到唐姐夫床上的, 你们去打听打听, 十里八乡, 谁家会把自家儿媳, 送到别人床上, 替别人怀宰的, 得了钱就把我当皇后供着, 出了事就骂我, 我告诉你, 既然我都下见成这样了, 等我好了我还要去滚老公供的床, 嗷, 一声惨叫, 地席话没骂完, 就被冲进屋的弟弟, 薅住头发脱了出来, 抬脚罩着他肚子, 就是一顿猛踹, 刚摘了子宫才出院没两天的人, 哪惊得住弟弟这么打, 几声乌叶后很快晕了过去, 黑红色的血阴了满睡库, 见要闹出人命, 我妈赶紧去拦, 可哪拉得住发了狂的弟弟, 她拼命喊我爸, 我爸只阴沉着脸骂了句, 活该就躲到了厨房, 就连平时胆大包天, 横行霸道的侄子都被吓得哇哇大哭, 尿湿了裤子, 我冷眼瞧着这一切, 退到了门边, 瞄了眼特意未观岩石的门缝, 外面已经围满了偷听的乡林, 他们婆媳刚才的你来我往, 相信不过一天就会传遍十里八乡, 这一辈子, 他们都无法摆脱弟席, 否则十里八多的口水直接淹死他们, 我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尖叫着打开了门, 求大家帮忙救弟席, 很快有人冲进乌拉住了弟弟, 拨打了120, 眼见弟席安全, 我这才松了口气, 他要是就这么死了, 那简直就是太便宜他了, 我要他们一辈子捆得死死的相互折磨, 把对我做过的罪孽统统还清, 我还要把我妈做的所有丑事, 恶事都摊开在这大太阳底下, 一片混乱中, 我把村里八十有九的一个老玉掺了出来, 砰砰磕了三个响头, 时至今日我也不怕告诉大家, 年前我偷听到了我妈和大姨说话, 这才知道她对我这个亲生女儿也是恶事作劲, 太奶奶, 小时候我妈打我都是您敢来护着我, 看在我是您护着长大的份上, 求您再给我做一回主, 倔,十六花影中, 我越过重重人影望向我妈, 她缩在墙角, 搂着侄子垂泪, 吃死地席无法言语, 企图把脏水都泼到地席头上, 嘲嚷声中, 她应该没有听清我的话, 视线与我相接的刹那, 眼底疏地暴涨出狠力, 暗示我赶紧给她帮枪, 我闭了闭眼, 再睁开, 举起手机调到最大音量, 里面清晰传来我妈和弟媳的对骂, 贱人, 你嫁到我们老陈家, 就是我们老陈家奴隶, 展鹏只让你勾引你唐姐夫, 一个已经一千个一万个对得起你了, 这要放在古代, 男人缺了钱, 把女人拉出去卖都正常, 思维顿时一片哗然, 有多事的男人吹起了口哨, 调侃地问弟媳一次能卖多少钱, 男人尊严受到侮辱, 弟弟一张脸仗得通红, 一双眼死死瞪向我, 咆哮着就要扑过来, 对几个五大二粗的男人摁得死死的, 动弹不得, 我妈却灵巧得很, 嘴里骂着最恶毒的话, 穿过人群想用脑袋撞死我, 猝不及防, 我被撞得一屁股着地, 可很快, 她就被多林们摁住了手脚, 他们听了录音不过瘾, 纷纷起哄, 要我把刚才没说完的瓜说完, 我拍拍裤子上沾得灰沾了起来, 走到我妈面前, 最后看了一眼她愤怒到扭曲的脸, 一字一字说道, 五岁那年我弟生了一场大病, 他病急乱投医, 听了大姨的话信了迷信, 说是要我也大病一场, 才能替弟弟挡灾, 毫不犹豫的, 他立马跑去卫生所, 偷了天花病人的衣服给我穿, 我弟是好了, 可我那次却病得差点被我亲爹脱去活埋, 要不是他怕真闹出人命不好收场, 只怕我坟头的草都不知道长多眼了, 还有高考的时候, 他听了轻微的闲话, 怕我考上好大学会跑到国外, 就想了个法子, 怂恿我弟同学和他打赌, 往我水里下泄药, 害我只考了一个二流大学, 一辈子只能留在他身边, 供他驱使, 我妈犹在叫骂, 骂我孽障, 骂我无中生有, 我冷笑一声, 挥手指向娘家门头, 这栋我花钱盖起的楼房, 用庭声最大的力气吼了出来, 你们要是不信, 就去扒开这门头看看, 只因我和我弟的生肖犯冲, 他就把我的生肖和生后八字画了符咒, 钉在门头里面, 可这房子可都是花我的钱盖起来的呀, 他凭什么呀, 他凭什么? 我倒在太奶奶怀里, 身子颤抖到不行, 要不是那天意外偷听到了他和大姨的对话, 只怕这一辈子我都鼓不起勇气, 真正和娘家决裂, 太奶奶心疼地搂着我, 一声令下, 喧闹人群中很快有人自告奋勇, 去拆娘家门头, 叮叮当当声中, 我爸一直躲在后院厨房, 没敢露面, 我弟脸上没有一丝震惊, 只是别过脸, 避开我的视线, 明显也是知情人, 直到此刻, 我妈脸上才出现了慌乱, 勾着头, 接受大家的指指点点, 原本以为心早就妈了, 可原来心还是会痛, 我茫然地看着这大型审判现象, 只觉好笑, 村里众男轻女由来已久, 家家户户都有被牺牲的女儿, 但并不妨碍她们高高在上, 把矛头对准别人, 不消一会儿, 娘家门头就被扒开, 一张发黄的符纸画着我的生肖和生辰八字, 被十八根生锈的铁钉牢牢钉在门柱里头, 我瞳孔紧缩, 十八根钉子啊, 它是有多怕震, 不住我呀呀, 周遭一切仿佛被突然按下了静音键, 身体却瞬间弹射出去, 扯下符纸丝成碎血, 我竖起三根手指, 找回了声音, 我沉雪对天发誓, 从今天起和娘家恩断义绝, 如若违背此, 再踏进娘家一步, 就让我天打五雷轰, 此生不得好死, 大戏落幕, 终于可以着手搬家事宜, 石榴果熟的时候, 我换了新手机号码, 和李英一同搬去了李洋场子周边, 虽然那是省城鸟布拉市的偏远郊区, 但学校医院超市等基本惠民设施一一齐全, 同时, 我还研究了一番直播, 决定把我们做手工面点的选料和制作过程透明化, 让大家买得放心, 吃得放心, 不久, 我们的手工面点就打出了名声, 每天光是接李洋工友的单子, 就接到手软, 甚至还有很多年轻人以买到我们的包子为荣, 会特意发个朋友圈炫耀今天吃到了好吃的包子, 我和李英的月收很快赶超了李洋, 他每天晚上回来, 不管再累都要给我捏尖垂腿, 可怜兮兮的让我不要有了钱就抛弃他, 我勾着他脖子滚进了被窝, 那就看你表现了安定下来之后, 我用公共电话联系了同村交好的一个小姐妹, 托他帮我偶尔回去看看太奶奶, 那个无私护过我的, 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 小姐妹在电话里和我说了很多, 说自从我同娘家断绝关系后, 村里女儿们的地位都得到了显著提高, 至少不再有明面上的龌龊事, 村里小姐妹们都特感谢我, 她还唏嘘了一番娘家的现状, 鸡飞狗跳, 不是吵就是打, 一开始还有好事者去劝劝, 现在大家都不惜得听他们吵了, 我以为他们这辈子顶多也, 就这样浑浑噩噩了, 没想到一年后, 我在单线联系小姐妹时, 听到了惊天大噩耗, 我爸那时之后不到半年就和我妈离了婚, 一个人跑到广东打工去了, 我妈精神崩溃, 天天半夜跑村里祠堂去嚎, 好几次自残都被救了回来, 还有弟去纠缠堂姐夫被他堂姐拿刀划花了脸, 我弟彻底成了村里的笑话, 一口恶气全出在弟媳头上, 每天喝醉了就家暴, 只可怜侄子, 出生时粉团团的一个小婴儿, 在溺爱中被彻底惯坏, 无人管束后又越发猖狂, 在学校欺男霸女, 打架斗狠, 被另一个小霸王拿砖头开了瓢, 当场死亡, 侄子死后半年, 我怀了二胎, 生下来是个男孩, 眉眼间依稀有侄子小时候的影子, 我和李扬对他教导很上心, 月月对这个新弟弟也很喜欢, 征询过李扬的意见, 我们一致决定, 百年之后家里财产分为二, 姐弟一人一半, 不过现在说这些还很远, 一生很长, 路在前方, 既然做了决定就不要频频回头, 网上说, 像我这种被至亲背叛者, 能挺过来便是华盖之人, 我却始终记得18岁那年, 十七中女校长, 踩着满脚泥巴来村里接我时, 头上那若隐若现的天使光环, 她拍着我肩膀说, 别怕, 孩子, 今日举毒刑, 她日化蝶飞去, 有只笨虫子, 她困在黑暗中的时间虽长了些, 但中破而出, 与蝶共舞 投资会吠顶 地 stone